5. 好,在自然界中的银有两种, 银107还有银109, 那它们的平均原子量为107.8, 那则下列叙述哪些是正确的? 好,A选项, 银107与银109在自然界中的存量百分比为4比1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平均原子量是利用它的质量数乘上它在自然界中的重量百分比 然后相加起来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原子量 好 那它现在已经有给我们它的平均原子量 好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它是在自然界中的比例含量是多少 所以107乘上x%加上109乘上 你的全部的话是100%就是1减掉x% 好 会等于107.8 好 所以我们不要写那个x%不要写那个percent 然后所以就是107x加上我们直接让它当作x当作是小数 109减掉109x会等于107.8 好 所以移上一下2x会等于1.2 所以x会等于0.6 好 那也就是另外一个的话它的含量就会是0.4 好 所以0.6跟0.4的话应该是3比2才对 好 再来B选项 银107是银109有相同的原子序 所以应该是乙 这个字应该是乙 这是题目上有物质上去的 好 那所以被归类在周期表的相同位置上 好 只要是原子序相同同一个元素 它们都会在周期表的就是那一个位置上 好 那我们知道银的原子序是47 好 那人家诸选项会看到 好 所以B选项是对的 好 再来C选项 银107与银109 两者之化学性质相似 但物理性质不同 好 我们知道如果是同位数的话 好 这个叫做同位数 它的原子序相同 但是质量数不同 好 这个是同位数 那它们的化学性质 应该同一个元素和化学性质 应该是相似的 好 但是物理性质不同 好 只要是中指数不同 物理性质就不同 因为中指数会影响到它的物理性质 所以C选项也是对的 再来诸选项 以之银的原子序为47 则银107与银109 两者之中指数合为多少 好 那我们知道 107 值量数减掉 47 直指数 原子序等于直指数 好 会等于 60 好 那107减掉 好 那109 保险 减掉47 会等于 62 好 所以两个的中指数加起来 会是 122 好 所以初选项是错的 好 再来1选项 银107与银109的精确原子量分别为107和109 好 这个不是它的精确原子量 它是它们的质量数 好 并不是它们的精确原子量 好 来看一下它的解析 好 所以这题答案选择的是 B C 两个选项 然后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解答上面的叙述 好 那原则上就是跟老师的方法是一样的 好 热靠 好 这一部分 好 永远 我来找到 好 在那里 好 这边 好 有没有 好 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